有1500年历史的中国甘肃省山丹大佛寺 星期凌晨遭遇火魔侵袭 熊熊烈火不仅让整座佛寺陷入一片火海 更是殃及了附近的树木和佛像 造成严重的财务损失 寺内的大佛像虽然局部受损 但是没有发生倒塌事故 只是寺庙范围几乎被烧成废墟 让人惋惜不已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当地消防局历经奋战之后 才在下午三点完全控制火势 作为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寺 寺内拥有世界最大的室内泥塑作佛 也是中国的4A级旅游景区 见证了无数信徒的千成和文化传承的岁月 没想到一场大火 让这个历史古迹变成了一座废墟 索性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至于失火原因还在调查 你不想放下来 呢 对 对 你 ble想放下来 对 感觉 你见识导 我已经不想放下来 你瞬山